这几年的国产综合效果系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了 就我自己用过的G1-150还有G1-200来说 音色品质对得起价格 操作逻辑也是非常的直观简单 就算没有说明书 稍微摸一下也能大概知道怎么用 在用G1系列之前 我也很多年没有用过综合效果系了 因为多年以前的Zoom G1 505还有RP50 给我留下了非常大的心理阴影 真的是太他妈难调了 当时的入门综合不仅是操作系统简化了 连键位也少得非常离谱 像我们这种新手调节的时候 如果没有说明书就跟家子乱摸一样 甚至有时候调出来的效果 还不如以前恐龙阴仙自带的效果了 何况当时的说明书大部分都是英文的 不仅难啃 有些专门的词语对于新手来说真的是抽象 当时我还觉得是这个效果系有问题 差一点就和卖我效果系的哥们说 日里买退钱 虽然说当时的入门效果系体验不是特别好 但那时候看着一些高端效果系 它们上面有如飞机面板一样的旋钮 还有宣传片里面那个超棒的音色 它就像神秘花园一样 让我充满了探球的欲望 不过当时确实是没什么钱 去尝试这些高端的效果系了 前段时间在老王购教授的帮助下 我称来了一块亚马哈2000年推出来的高端效果系 东莞斯通 今天就来看看当年的高端产品到底是怎样的 开始之前首先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下一份说明书 英文的 东莞斯通的面板其实和现在的效果系看着也差不多 有音箱模块以及前级面板 上面还有周边的选择以及参数的调节旋钮 可以看出来这一套面板设计还沿用到现在的THR音箱上面 插上我们的音频线 开机 这时候有细心的小伙伴就会问 音频插口隔壁的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问的好且听我娓娓道来 这其实是一个主抗匹配的按钮 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用的被动式拾音器吉他属于高主抗乐器 而主动式拾音器或者说是主动式电路的吉他则是低于主抗的输出 这个效果器就给这两种吉他安排好了各自的适配模式 其实一般的升卡里面也是有这样的档位的哦 而东莞斯通效果器的这个档位 被动式的拾音器 也就是高主抗的就按到LOW这个档 主动式拾音器就要选HIGH的档 至于为什么不是高主抗对应HIGH的档 我也不知道你只能去问设计的这个人了 反正他说明书就这么说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好好地玩弄你吧 咬咬咬咬咬 东莞斯通有预设音色模式 还有实时调节模式两种 在预设模式之下 又有出厂预设和自定义预设两种 一些好奇的朋友肯定会问 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 问得好且听我娓娓道来 以前在用GE150或者说200的时候 它总共是有200个预设位置 都放满了出厂的预设音色 如果你要设置自定义音色的话 那就要把官方的音色给顶掉 哪天你想要回这个官方音色的话 只能通过软件备份回去了 而东莞斯通是可以在官方预设和自定义预设里面切换 比如这个321位 我已经储存了一个自定义的音色 但是我想用回官方原本的预设的话 只要同时按这两个按钮 就能够回到出厂预设模式了 都得不说这一波亚马哈在大气层啊 如果你想自己调试的话 就要先按这个Menu键 这样你才能进入实时调节模式 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教 调什么 调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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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 预设的话我就选择了两个 自己比较喜欢的香头风格 就不做详细的讲解了 这是网上一位用户对音色的描述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做一次联想哦 等你调节到一个满意的音色正想储存的时候 你就会遇到第一个难题 Save键呢 蛮生你发现滑点啦 以前的效果系很多都没有这种单独的Save按钮 需要通过特定的操作去进行储存 比如东莞Storm的储存 就是要先按这个Story 通过翻页操作选定你想要的位置以后呢 在长按这个Store 看到屏幕显示这样的话 就表示储存成功咯 有认真看视频的朋友肯定会问 这个翻页该怎么操作呢 好 问题且听我娓娓道来 首先你要长按右边的这个TapD 按到屏幕亮起来这个就好了 如果你时间过长的话 就会进入调音模式 这时候你再长按2或者3号D 去上下翻页 去选定Group 也就是主 东莞Storm总共有0到9号10主 所以你必须要熟悉用脚钉翻主的这个操作 所以以前台上的观众经常会看到吉他老友 一个额外的表演羡慕 跳舞 等你做好自己喜欢的音色并储存以后 突然间你换了一把琴 需要对某个参数进行调节的时候 你会发现 卧槽 怎么没用啦 当你按下Menu键 进入实时调节模式的时候 发现这时候又不是你预设的音色了 这该怎么办呢 当我们旋转参数旋钮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Up或者蛋的灯在闪烁 如果是Up的灯在闪 那你就把旋钮领到10的位置 这样你就可以对这个参数进行单独的设置了 反之如果蛋在闪 那就把它领到0的位置进行同样的操作就好了 这其实是一个效果器对音色的保护机制 毕竟舞台上面环境混乱 要是不小心变得碰到参数的话 后果就参考之前回春单的演出现场吧 和普通的综合效果器一样 东广Stone也是可以直接进后级使用的 你只需要按一下这个SP信把箱体模拟关掉就好了 这时候一些好奇的朋友肯定会问 那这个箱体模拟能不能切换不同的类型呢 好 问题且听我娓娓道来 东广Stone的箱体模拟风格总共有5种 每一种风格也有对应的 112 212 412 3种箱体尺寸模拟 哦不对 Britus是没有112尺寸的模拟的 同时它还有一个独立风格的 410还有210箱体模拟合共16个 切换方式也算比较方便 同时按下这个SP信 还有这个Utility 就能够进入箱体模拟的选择界面了 当然了 东广Stone还能够直接进入Loop 作为一个综合周边来使用 当你心忡忡的把它插入Loop以后 你就会发现 这前击模拟怎么关了 问得好 你只需要按一下这个Utility按钮 把前击模拟打到CleanE以后 通过Up和Down来开启 或者关闭前击模拟就可以了 关于东广Stone的介绍就到这里吧 我这里说的其实也就是一些常用的功能而已 如果感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去下载一份说明书来多了解一下哦 虽然东广Stone已经是一个20年前的效果器了 不过在我看来 它的整个设计理念还是非常成熟的 可以说该有的都有 就算放到现在 我觉得也不会过时 自己在家里面没事录点东西 或者说拿出去做一些小演出也是毫无问题的 像我朋友圈里面有位老哥 至今还都用着他来做演出 虽然说它的操作会略显繁琐 但是我能够感受到厂家真的是在有限的条件下 尽量把操作逻辑做的简单还有连贯 虽然我刚刚是说了一大堆东西 但是你只要玩下来几天 基本上你也能够把它给玩熟玩透了 至于音色的话 我个人觉得听起来还是非常的舒服的 但你要说秒下哪一家哪一家 或者说哪个效果器能够吊打它 我觉得这样说就略有偏颇了 其实这种中古效果器 更多的是让你体验一下以前的音色风格到底是怎样的 或者说给你多几种音色上面的选择 加上现在这种效果器的二手价格也相当的友好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买一块来玩一下也不是不可以的哦 同时你也要记住 它已经是20年前的产物了 谁都不敢保证它会不会有故障 什么时候出故障 出了故障 不见到底能不能买到 或者说能不能找到祭司去维修 像这种老产品 就算你找到对应的品牌售后 就算你自己自掏腰包 别人可能也不会接活帮你修 毕竟可能售后部里面真的没人会修这个玩意了 所以下手前你一定要考虑好这个问题哦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记得点个关注还有上连哦 我会持续更新各种相关的视频 拜拜